每间公司用什么方法留住人才 而留失人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个人才为什么会流失的原因 就是可能老板或者公司对的给他们的利益 给他们的利益没有很多 可能工作环境不美 工资又不够高 工作时间更强 第二个给人工多少少要走 工作量多的话 当然员工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能薪水理菜加给我 或者是OT方面 可是很多时候上司可能他们怎么想 其实员工去走 除了是工钱比不够高之外 最重要是他看不到方向 这个公司 他看到这个公司有一个corporate 就可以怕了 离开呢 有些时候是很个人 也不一定是公司 也可能是家庭啊 家里各方面的事情会影响 或者是他们想要就是出去传一番事业 给自己的一番事业 现代的人因为他受的教育 不知道怎么样呢 他们只是看短期的 他们要大一高 要工 要时间短 要求很多的很多的做工很差的有很多 你不能求说你的薪水要很高 福利要很好 然后可是你工作量是相对是很轻松这样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要留宿一个员工的话 我觉得老板很重要 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 对待员工的方式都很重要 我留在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选择留在这里 不管salary给我的是高或者是低 我觉得公司让员工们能看到远景 一个更大的一个难度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打工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学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继续来我们还能再做什么呢 工员要走 当然要祝福他走的 做好一点就是写一个recommend letter给他 祝福他用其他公司去做 做到这样其实到最后员工不会走的了 会留下的了 很难的了 有人可以走就走的了 你留不住的了 一定是有人走的 但有人走是因为我去更大的公司做 当然祝福他 因为做得更好 我自己都是走走走走走到这里的 所以我都可以多谢以前的老板让我走 当然是这样